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有許多人發現中共國的公安部網站以及國台辦網站出現了 惩治台獨名單列表 而且會在陸續更新名單目前出現的 蕭美琴、王定宇、蘇稱昌等等 十幾名台灣事務官、政務官甚至是名義代表的人 對吧連副總統都給出現了有沒有搞笑 所以可見賴清德還不是台獨喔 蕭美琴副總統的性質比賴清德在中共眼裡更惡劣 那這是什麼標準我也是看不懂 這種意淫大可不必 你列出越多這個台獨制裁名單 證明了你越獨裁 證明了台灣不屬於中共國的統治不屬於你的一部分 不然你怎麼只列名單而不是在你統治的台灣省執法 或是中國台北地區執法 對吧 將這些人給逮捕啊 你想一下今天有人在河北在山東 搞這個山東獨立 搞什麼河北獨立 分分鐘給你逮捕了是吧 還丟什麼名單呢 相信啊 台灣人通過這次的奧運越變越明 連台灣標語 對吧連國旗都沒出現喔 甚至珍珠奶茶的圖片 通通都不能出現 所以台獨的定義不僅僅是台灣要脫離中華民國跟蒙古一樣獨立之外 或是像蘇格蘭獨立復國公投這麼簡單而已 你只要讓中共不開心 連珍珠奶茶他都可以是台獨 只要你否定中共 間接統治台灣 或是 直接統治台灣 想要導正這種 錯誤 誤導 世界觀眾的行為啊 通通都是台獨 但是你們可以發現啦 台灣目前在澳會規則上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喔 我們可以從哪幾點發現啊 譬如說我們得金牌啦 得金牌了之後都會播各國的國歌 如果 澳會認為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那我們應該要播什麼歌呢 沒錯 義勇軍進行曲 就跟香港是一樣的 但我們播的是什麼 國旗歌嘛 哪一國的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旗歌嘛 雖然這個國旗歌的有些關鍵詞被改掉了 但這個旋律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歌嘛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 澳會也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以及統治權 那反而更是像把台灣或是所謂的 中華台北歸在難民組織 或是難民組成的這個隊伍中 是吧 所以 這跟台灣地位未定論差不多 台灣在他們眼裡 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也不全然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台灣對出賞給人家感覺 你好像是中華民國吧 你好像又不是中華民國吧 你好像又是台獨吧 但好像又不是台獨 你說這個中華是不是又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點關係 你知道吧 所以就弄出一個似不像的東西 所以小粉你們也別像是撿到槍一樣 如果你們 成功了 統治台灣 那根本就不會有所謂的中華台北隊參賽 對吧 除非你承認台灣是被你統治 而且 台灣跟香港的地位一樣是 特別行政區 但是 從 中共的人大代表會議 或是中共的兩會 我們就可以發現 台灣的地位 是跟省 一樣的 台灣的地位跟河北省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如果河北省 三東省 東北三省 通通沒有代表的話 為什麼 身為一個省的台灣 可以跟一個特別行政區 一樣有代表呢 而且 說到香港為什麼有這樣的成功地位 還要歸功於英國曾經的統治 包含這個香港的護照為什麼比較好用 這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 這都是英國的功勞 而且為什麼 中共可以透過香港去操作這個金融的東西 因為 英國曾經的統治 所以你要知道啊 在反送中之後 香港的地位 逐漸下滑 而中共透過香港去當白手套的這個 比例是越來越低 這個限制越來越多 而且 港元是跟美國掛鉤的 各位知道嗎 你發行一定量的港幣 你就要存入一定量的美金 去做擔保 你試試看 把港元跟美金脫鉤 改成港元跟人民幣掛鉤 你看香港會不會迅速繃緊 說到台獨的定義啊 昨天我們在沖繩的一個景點 我在門口遇到一群日本的小學生嘛 喊著各國的語言 那我在等我的朋友買票入場 此時一名帶隊的日本老師走過來問我能不能跟這些 日本小孩交流 因為他們正在練習與外國人交流的膽量 順便啦 去練習一下 他們學習的外語 實際上跟外國人溝通 是不是 可行的 因為你也知道日本人 有時候講英文啊 還是講一些語言 會有一些口音 那我就過去 跟他們交流了一下 那我現場看到有什麼 法國國旗啊 美國國旗啊 韓國國旗啊 還有中國的五星旗啊 當然這個是選擇簡體字啦 那當這些小孩問我哪一隻哪裡啊 我就說台灣嘛 那在後面有一群 感覺像是在休息的小孩嘛 他們三五群就跑過來 說 哎 是台灣的嗎 然後就衝過來 然後拿著台灣的看板 還有板子過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好 你好 台灣人 中國人 台灣人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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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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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你好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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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幾歲啊 9歲 9歲 這個 這個 我也是 我也是 很好的吃東西 我不是很好的吃東西 麥克丹奪 啊 麥克丹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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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庹克丹奪 麥克丹奪 你喜歡嗎 麥克丹奪 麥克丹奪 好嗎 麥克丹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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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事後我就在想 為什麼那群拿著台灣國旗的小孩 會在後面呢 是不是他們在休息 還是說一開始台灣也是有出現在前面的 但是啊 在我來之前啊 有小粉紅的中國遊客看到破防痛罵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出現中國就好啦大鬧現場 讓小孩跟老師看到非常尷尬 所以先把台灣放在後面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看過影片可以發現很多這種 影片被流到推特上 但我不能確認畢竟我還沒看到也沒有影片流出來 所以啊他們就果斷的把台灣先放在後面 等確認講漢語的人 是台灣人他們才拿出來 而面對台灣遊客啊 我們基本上是不會強迫日本小孩去下架五星旗 對吧 台灣跟中國不能同時出現 那我想這才是尊重彼此的體現 即便我不喜歡中共 但我尊重你們的自我認同 像是英國人看到美國的國企還有這個英文他不會大吵大鬧說 我們才是正統的英文母語國家是吧 美國澳洲紐西蘭都是獨立出去講英文的賣國賊叛徒 從這次奧運我們可以發現也只有小粉紅會這樣大鬧 別跟我說日本民間不知道台灣是台灣中共國是中共國喔 多數都是知道的啊 不然店員不會說You from China or Taiwan 直接就說China了對吧 他們也不會說You from China還是傷害 連在機場在日本的機場用自動取票機的國際分類 台灣都是獨立於China的 尤其是在沖繩啊 非常多中文繁體的店家 國際街也是非常多這個台灣口音的廣播 甚至連在台灣使用的Yoyo卡都可以在部分的商店以及捷運搭乘使用 我想這一段應該也是辱華了啦 那影片之後要說到 昨天一名中國粉紅在下午1點多於大阪的新災橋 搶走了價值1000多萬台幣的名表 並且S了一名30多歲的日本店員 隨後4點多啊 這名中國粉紅逃到了大阪機場 那邊被逮捕 我就覺得很好笑嘛 你就知道你犯錯了 你還想要坐飛機回中國 我想一下如果你真的坐飛機回中國 這個中國政府會不會包庇你啊 我們時不時就看到小粉紅大鬧日本 無論是否犯法 如果不是犯法的話 應該也多數都是 挑戰當地的風俗 或是挑戰當地的這個素質 是吧 這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你不是S人就是抹黑造謠 不然就是大鬧店家欺負小動物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台灣女孩到了奈良 給奈良露梳頭 然後給奈良露鞠躬 然後那個露也給他鞠躬 大家有看那個影片吧 讓日本人大戰 台灣人 蠻有素質的愛護小動物啊 那這個台灣女孩也參加過一些青鳥運動 之前我也跟他見過幾次面 而 看看小粉紅呢 前幾天上個月你不是打露踢露 餵露吃屎 不然就是餵露吃中國護照 很荒唐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們做不到 根據2023年第3季度的日本外國人 犯案數據 第三季犯案的外國人 有2202名 第一名最多的是越南人 有776名 而中國排第二有553名 當然小粉紅肯定又要甩鍋說什麼 啊這個553名的中國人犯案肯定有 552名是中國台灣省人啊 OK笑死人了 我去日本這麼多次了你要不要親自的 來實際的體驗 你不要去什麼中國人開的餐廳啦 你多去那個 比較多日本本地客戶去了 你去看一下 他們聽到 中國人跟台灣人的反應 語氣 我真的都懶得說了 你們看一下上個月 應該是上個月還是上上個月 在蘇州發生的 S 一堆日本小學生的事件 還好有中國女司機擋住 是吧雖然他最後犧牲了 如果沒有擋住你想 二三十幾名的日本小學生 在中國的蘇州被這樣子 你這個絕對是國際大新聞 結果你們在痛罵那個中國女司機是 漢奸賣國賊 因為他阻擋了 中國的英雄要去S日本的小學生 你們要不要聽聽看你們在講什麼屁話 然後再對比一下這一次 昨天中國男子S日本遊客 在中國呢 沒有焦點沒有熱搜 沒有新聞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跟你講即便 可能微博上有一些話題 可能熱度也不會像這個蘇州事件一樣 那你們可想而知 如果這個在中國的微博上有被討論的話 下面的留言 會講什麼 S的好啊 漂亮啊 中國驕傲啊 中國人民的英雄啊 回去要進忠烈池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朋友說 我是爸,下次見啦,掰 學會 我們去觀察 他們 但不要忘忍說